這是紐西蘭野生雪魚膠,有很大股酥味,多新鮮都不想喝 放花膠 有蜜魚肉就拿著 大家好,又是星星和大家吹吹水 又不是拿著什麼,又不是棍,又不是竹 是一條新鮮淮山,今天這條新鮮淮山湯有什麼攪作呢? 又是星星,和大家煲個新鮮淮山湯,今天的新鮮淮山湯還有什麼配料呢? 有些豬骨,金黃火腿,有少少瑤柱,這些是什麼來的? 龍眼肉,又名原肉,一角果皮,大約十隻左右的雞腳 最後一個配料就是我之前化的花膠 第一步,新鮮豬筒骨,回來用一些室溫水浸一浸 浸的作用是讓豬骨的血腥味和酥味色出,再洗乾淨 吃到它有酥味,煲湯出來有很大股酥味,多新鮮都不想喝 正所謂一粒老鼠屎,攪彎,煲湯就叫做這些,要懂得處理食材 大約有十隻左右的冰鮮雞的雞腳,冰鮮雞的雞腳用淡鹽水 將它解凍,務求令雪味色出,再洗乾淨 將兩樣材料浸浸十分鐘後,洗乾淨,洗乾淨然後怎樣 接著拿去,凍水飛水,凍水放進去,飛水 肉在飛水之際,準備凍水,沉皮,凍水落 現在先煲水,之前有網友問我,星星,金華火腿片 買回來怎樣處理,如果大家聞到有油液味那些 就不要了,很簡單,肉飛水洗乾淨,放在一起 那樣樣東西準備途中,現在可以刨這些 新鮮淮山金筍切好備用,千萬不要嚇到手,一嚇到手很癢 那些鮮淮山的汁液,我們看看後面這條飛水 大家都看到,凍水加月飛水的過程中,會釋出很多雜質 這些豬肉是一些不好的味道,現在先洗乾淨 洗乾淨的豬筒骨質,放進去煲 金華火腿,瑤柱,原肉 金筍什麼時候下,都是一早下,煲完 剩下這三樣材料,那煲湯煲了一小時,先下雞腳,先淮山 和最重要的花膠 今次這個湯水,很適宜婦女飲用,特別是現在,剛過了夏天又未踏入秋季 煲這些花膠湯,最好,花膠的用途,花膠的膠質 現在,對鏟後的婦女是特別好,這個湯 如果再凍些,我們就會煲北齊檔心,花膠,煲雞 和大家吹上次花膠的,紐西蘭野生冰魚膠 現在這些冰魚膠相當值得吃,用來煲湯一流 現在我在濕粉攤了之後,你看看,膠質還多厲害 我們化了花膠,不用這麼快放進去 最後半小時放進去都未遲 其餘的可以拿去烹圖其他菜式 日後再和大家分享,有什麼菜式和大家吹過 現在大約煲了一半小時,看看模樣 這些濃郁的顏色開始出來 這個時間,我們就放花膠 放花膠,煲半小時就可以了 現在蓋過,現在蓋過 現在煲了兩個小時,看看花膠如何 筆夠上來給大家看,這個很厚身 現在就可以了,筆起給大家看 這個鮮淮山豬展雞腳煲花膠湯就完成了 這個湯水也是健皮之陰,對婦女特別好,特別是產前產後 今天這個花膠湯的分享到此為止 大家喜歡這個花膠湯,就給我個like支持我星星 訂閱我的頻道,幫我分享一下這個花膠湯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就給個like,訂閱我的頻道,幫我星星分享一下,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 拜拜